教义和讲道内容比例是什么 比例是百分之百 无论你讲什么道 百分之百符合纯正的教义 这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态度 但是不是每一堂讲道 都是要讲教义 比如说你讲谦卑 你很难把三位一体的教义放进去 除非你谈到基督是完全顺服天服的 还是可以讲的 这个教义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天到晚只讲孤干的教义 然后就没谈到人际之间关系的温暖的 那个教委也会很冷淡的